到上方红灯狂闪 但竟然有辆机车卡在红白栏杆内 只见骑士心急如焚 摆动龙头火速回转 下一秒 自强号鸣敌高速通过 目击民众全被吓坏 因为骑士要是再晚一步 后果不堪设想 说话在桃源平正行光二路 原来这名骑士是外送员 一次想抢快 差点亮出意外 网友也怒轰 有这么赶妈 送餐比命还重要 太离谱了 死到临头才想跑 调阅行交道监视器 已经确认违规机车车号 后续依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处罚条例进行举发 原来在国道3号南下往高雄 只见前方货车 突然车底冒出白烟 车身飘移摇晃 差点撞击左边车辆 原来是货车前轮爆胎 瞬间失控 喷见大量轮胎皮 好在货车司机有稳住车身 不过也让路过的驾驶 闪过人声跑马灯 但高速公路不止意外很危险 从线车道一辆休旅车 后头竟飘着超长的白色丝带 让目级驾驶及乘客超傻眼 后面都没有人 后面车隔很远 售驾驶将影片po网 近乎第一时间还以为是理车 再看一眼才惊觉 对方都没有发现吗 真的好危险 只是鬼月深夜 白丝带飘牙飘 没仔细看 真的会让人心惊惊 就王俊宠观众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